Hello 大家晚上好 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收看我们每周六的教育夜现场 我是Enlighting Education 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Alley 申请文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篇好的文书 就像是一张用文字编织的字画像 可以让你从众多申请者中脱颖而出 除了主文书外 美国各大高校通常有自己的补充文书题目 用来检验学生的性格 特质与学校的契合度 这些文书题目的古怪刁钻程度 又让很多同学瑟瑟发抖 无从下手 那今天的讲座 就由Enlightings的Senior Consultant Erica老师 拥有13年大学申请经验 同时也是UC Berkeley认证的 大学升学顾问和职业规划老师 带我们看一看 每年孩子们在申请记中 都会遇到哪些不一样的申请题目 第一次参加我们讲座的家长 可能还不了解Enlightings Education 我们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 价值目标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在收获理想大学录取的同时实现自身的成长和进步 我们的团队式升学规划服务 涵盖一对一的高中和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活动规划 职业规划 高中AP Honor私教课程 SAT ACT考试培训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来自全美各州超过百所学校的学生 包括湾区 三湾市 半岛 Sacramento 南加等 同时我们也服务外州的学生 包括芝加哥 Arizona 西雅图 Pennsylvania Texas 等东海岸地区 我们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都有办公室 我们所有Enlightings的顾问老师都是全职员工 为的是能够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认真辅导每一位学生 我们坚信学生的成长和进步才是教育的本质 顾问团队会结合每个家庭的情况和孩子的理想 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同时拿到最满意的结果 如果大家在讲座期间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屏幕下方的Chat功能里打出来 我们会在讲座的最后问答环节 尽可能回答大家今天提出的所有问题 因为讲座时间有限 收到的问题会按照先后顺序回答 建议大家尽早提问 好的 那么话不多说 下面就有请Erika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好的 谢谢阿丽老师 哈喽大家好 我是Erika 很高兴我们又在每周六的教育讲座见面了 那我们今天的agenda主要是由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关于文书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文书 是非常奇葩的文书 那么首先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下 文书在大学申请当中 到底这个重要性占多大比例 那接下来我会为大家分享一些 这个美国大学常有的一些非常奇葩的文书题目 那接下来我会进一步的通过一些案例来为大家分析 那我们怎么样来应付这些古怪刁钻的文书题目呢 最后一点就是要为大家分享 如果我们的经历是觉得是普普通通的 那么如何通过看似普通的经历写出不普通的文书 OK首先第一点我们来看一下文书和申请的一个关系 那首先还是给大家看几组数据 首先这个是斯坦福的一个 它的内部的一个申请数据 那么里面有列出所有的这些申请需要的 考察的这些方面它的一个重要性 那我们看到除了这个GPA 除了你的这个标划成绩 你的学校排名之外 那文书同样也是被列在very important 就是非常重要这个column 那总共是有四个column 非常重要重要被考虑以及不被考虑 所以这个第一个column非常重要 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重要性是最大的 那么当然除了像斯坦福这样的顶尖名校之外 我们也来看一看加州非常受学生欢迎的一些私立公立学校 他们的要求又是怎么样的 那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南加州大学它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申请文书在这四栏当中 也是站在非常重要这样的一个column 那等同于其他的你的学校的GPA 然后你的这个标划成绩当然还有推荐性 好 这个是私立学校 那有的就是可能同学觉得私立学校是很看重文书的 那公立学校的话 是不是一般我就GPA比较好就可以了呢 那这里给大家看的是这个UC Berkeley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application essay申请文书 仍然是在非常重要的这个column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是公立学校 那除了你的成绩之外 文书也是非常重要的 基本上就是越selective 就是竞争越激烈的学校 那文书它的这个重要的占比也就是越大的 那除了每一个学校之外呢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来自NACA的一个数据 NACA就是美国大学升学 就是全国咨询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unseling and Admissions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 它是调查了200多所大学 那么像给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survey 也就是在所有的这些申请的 被考虑的这些因素当中 哪些是重要的 哪些是不重要的 那么申请文书这一栏 有23.2% 就是将近四分之一的大学 都认为文书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排名是仅次于 这个你的GPA 然后还有你的这个课程的难度 所以一直以来我们是就是 这个学生的GPA和你的 就是高中期间修的这个课程的难易度 还有你的这个workload 这个是没有正义的 这个肯定是最重要的 那么但是除此之外 我们用通过什么样 就是通过哪方面 来让自己stand out呢 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就是文书就是排在紧接着后面 那么到底文书在美国大学申请当中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那我这里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图 就是Let me shine 让我能够发光 也就是说让我能够stand out 在所有的这个申请人当中 能够突出出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除去你的GPA 除去你的这个高中成绩单 这些都是很平面化 都是很很意味的一个一个东西 都是很数据的东西 它并不能够让招生官了解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学生 那我们都知道全美这么多所高中 那么每一所高中出来 每一个都有一个420的GPA 那么包括很多像咱们湾区 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些高中 那么能够有420以上GPA的学生 可以涨到20% 那么这种情况下 大学怎么样来比较 所以就是文书是一个 我们可以控制的 一个软实力的一个突出 和表现的一个渠道 那么与此同时 就是文书它可以补充 你在这个GPA 你在这个标画当中 所不能体现的一些context 让你的这个个人形象 能够跃然直上 好了 那关于就是文书的作用 我们就不赘述了 因为我相信 大家也都非常清楚 这个文书在大学申请的过程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今天呢 我会为大家分享一些 奇葩的文书题目 那进入具体之前 我们都知道 每一个学校 它都有不同的文书题目 那么对于UC来说 他UC有他自己的一套 这个文书题目 那对于其他的私立学校 或者说是一些其他外周的公立学校 他们呢很多都是用这个 common application 这样的一个申请平台 那这个common application 它本身这个申请平台里面 有自带的一个650字的文书 那么这个文书通常 我们来讲叫做主文书 那这个 这一篇文书 这一篇personal statement吧 对于可能很多学生 其实听到可能并不陌生啊 可能大家都知道 是要写这样的一篇文书的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那除了这一篇文书之外 其实每一所学校 它自己本身可能还有一到三篇 这样的小文书 那么这种小文书的题目 就是五花八门 形态各异了 那所以今天呢 是给大家想分享一些 比较奇葩的文书题目 说到这个奇葩文书题目 这就不得不提一下 芝加哥大学了 芝加哥大学的这个文书题目 是出了名的 就是各种奇葩 而且不光奇葩 它每一年的题目还会换 那这些题目呢 都是芝加哥大学的这个在校学生 他们一起想出来的 一起搜集出来的 他们以这个初文书题目为乐趣 觉得就是每年这个 release新的文书题目 就跟过节一样 是值得celebrate的一个事情 所以那这里呢 给大家只是列举部分 它今年的一些文书题目 我们看到首先第一个 这个是一个关于绕口令的 那基于这个绕口令 首先就是像Sally Seltzer Seachows 还有什么这个Wood Chunk Wood 土八树啃木头 然后Sally卖它的这个海螺 就是这种绕口令 那么基于这个绕口令 然后芝加哥大学是请学生 根据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绕口令 然后来进行延展并且讨论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就是绕口令它当中有很多 就是绕来绕去的一些问题 那么希望学生就是基于 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绕口令 然后来解答这个绕口令当中的 一些矛盾或者是难题 那当然就是你采用的方式不限 不管是你通过数学 还是哲学 还是语言学 各种方式 It's all up to you 或者是你的图把数 就非常有趣的一个题目 关于绕口令 那么第二个题目 What can actually be divided by zero 到底什么可以被零除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 零除这个在数学当中是不成立的 我们就是通常来讲 是违背这个常理的 我们都知道除法是不能被零除的 那什么能被零除 这个是他的一个问题 好 那么这个是和数学有关的 那接下来的这个题目呢 是和Liberal Arts Education 是和这个通识文理教育有关的 这个题目它是说在这个中世纪的这个大学 我们都知道中世纪的大学 他们那个时候所认为的这个文理教育 其实就是包括了这个 一个是Quadrivia 一个是Trivia 叫这个叫什么 三就是三元四亿吧 那么这个四亿就是指的什么呢 这个天文学 数学 几何和音乐 然后还有这个Trivia 就是指的修辞 文法和逻辑 那么你把这七个都完成了之后 那么就代表你的这个文理教育能够完成了 那么这里就是 芝加哥大学 它希望学生来问 那你所认为的这个Quadrivia 或者是Trivia是什么呢 你的见解是什么 那你觉得有什么是需要大家必须知道的 然后接下来那这个是和文理教育有关的 那接下来还有是跟这个绘图有关的 就是他举了几个例子 一个是这个地铁的地图 然后还有包括就是这个净化树 这样的一个图表 那么他会告诉你说就是这些图表都展示的是每一部分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么学校希望你自己能够重新设计一个地图也好 或者一个图表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那么甚至是你可以用画的 但是如果你用画的话 你需要至少有300字的描述来告诉我们你画的是什么 那这个就只是部分的这个芝加哥大学的题目 它的这个题库是非常非常多的 因为它不光是包括了现年题目 往年的题目你也一样是可以写的 所以这只是部分 那么是不是只有芝加哥有这样的题目呢 其实其他的学校也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奇葩文书题目的 比如说这个达特茅斯 他有他自己的这个题目 然后包括这个Emory University 他也有这种很奇葩的 让你写一个150字的推 斯坦福大学 当然这个就不说了 斯坦福大学除了有这个三篇250字的这个 文书之外 那么他还有很多50字的这种看似 好像不是文书的文书 虽然只是50字 但是实际上其实也是非常考验人的 比如说其中的一个题目就是 假如你这一天能够多一个小时出来 那么你会怎么样来利用 这个是他的一个小文书 但斯坦福还有他的250字的就还有不同的题目 也是非常烧脑的 那么最后还有这个南加州大学 南加州大学在今年的时候呢 是针对申请文理学院的学生 他多了一个文书题目 这个是以前没有的 那这个文书题目的其中一个 就是说如果你有十分钟的时间 然后有一百万人愿意听你的这个speech 听你十分钟的一个演讲 你会说什么 所以像这样的题目 那我们看到 就是说私立学校 特别是这个非常selective的私立学校 实际上他经常会有一些 这样比较奇葩 比较烧脑的文书 那么我们看到这些文书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呢 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写好 这些古怪掉钻的文书题目呢 那我这边的话是有六个方向 分享出来供大家参考 首先一个第一个 就是说到这些文书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要一下子就掉进去了 那这些文书是大学出给学生的 那作为申请人来讲的话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 我们不能说跟着学校的思路走 那可能就掉进去了 所以我们要先跳出来 我们一定要意识到 这整个一个申请是一个整体 你的申请是一个整体 而不是说一个写作比赛 或者说只提交那篇文书 那么既然这个申请是一个整体的话 那可能我们从选校开始 既然我们定了这个学校 那我们在安排这些文书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清楚 到底这些文书怎么样可以fit到 我自己的个人的特长和我个人的经历 那我们都知道 如果说缺乏活动 缺乏个人经历 那肯定是非常难写的 所以那么在已经有活动 已经有了个人经历 就个人经历的这个基础上 我们怎么样来搭配 我们的每一段经历 因为我们作为申请人 我们不是单面的 我们不是只有这一件事情可以讲的 我们一定是有那么好几个方面 都可以拿出来分享的 那么所以我们这几个方面 或者说我们这几个活动 或者我们这几段经历 我们怎么样来搭配 那么这个是需要安排和策划的 那我们知道common app 就是这个主文书 它是650字 那么小文书 每一个学校的要求就各异了 比如说芝加哥大学 它的那篇小文书 是要求650字 是和主文书一样的长度 那么像我刚刚说的 斯坦福的小文书 那么可能就是50到250字 包括南加州也是250字 所以达特茅斯可能就是三四百字 就是这样 就每个学校的要求不一样 那么我们这个字数不一样 当然你能呈现的这个内容的厚度 也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协调 搭配我们自己的经历 就是这几段经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当然就是说我们在看到 这些小文书的时候 我们先不要慌 因为实际上很多时候 就说这些奇葩的文书 其实它都会给你比较多的一些选项 比如说芝加哥的文书是七选一 就你可以从这七个奇葩题目里面 挑一个来选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你当然是要挑那个 最能和自己产生共鸣的题目 是你觉得最有内容可以写的题目 那么当然就是有的时候 其实像这种特别selective的学校 可能有学生会问 我觉得我没有可以和我产生共鸣的题目 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一般就会 想一想说 那这个学校是不是适合我自己的学校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分析题目 我们要了解题目 那首先一个 在我们进入这个题目本身之前 我觉得还是不能够 lose sight of the big picture 对吧 就是我们要看到一个整体 就不要忘记 这些题目出出来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些题目存在 是考验我们的这个学术分析能力有多强吗 是看我们这个文笔有多好吗 到底为什么 那么首先一个就是说 这些题目放在那里 我们不要忘记 这些题目是大学申请文书 而不是一篇学术分析 所以说白了 其实最终这些文书 你写的这些文书题目的目的 最终还是要让招生官 了解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而不是了解你对这个东西 了解有多少 所以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那么可能在面对一些题目的时候 你比如说刚刚这个题目 什么能被领出 那可能大家 我相信去网上搜答案的话 一定会有不少的答案出来 但是 抱歉 可能这些答案都不是招生官想要的 因为这些答案 他怎么样能够来体现你自己 这个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那么到底这个招生官 比如说像通过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些奇葩文书的题目 到底想了解什么呢 那这边的话 就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我一般来讲会觉得说 这样的文书 其实一般会是有两类 那我们会看就是 有一类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看芝加哥的这些文书 它可能就是一种创意写作 那么 大学想通过这样的创意写作 他想看到的什么 其实这种东西是 就是这一类的文书 它是更偏 就是偏学术 偏你的学术热情类 大学希望考察你的这个 intellectual vitality 就是你的这个思想层面 这样的一个考察维度 当然包括就是说 你有没有创造力 对吧 那既然文书题目都这么creative 这么out of box 那你是不是一个creative的学生 你能不能给出一个creative的response 一个一个一个答案 那你能不能think outside of box 这个是需要看 同时那么这些文书 不管是它是基于文学 还是哲学 还是历史 还是数学 还是科学 不管它是基于什么 其实 招生官同样也是希望看到 你的学术热情到底是什么 因为有一些学 有一些文书这么长 你要说些什么 你像芝加哥大学这650字 你要说些什么 才能把这650字填满 那么就要看 你对这一个 就是你要写的这一方面 你到底知道多少 你到底有多少经历 你到底做了多少研究 你到底有多有这个激情 当然最后了 就说这些东西 说白了 其实就是招生官希望能够了解 你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 所以如果说 咱们把它当成一篇学术分析 那么就糟糕了 这个也是我在辅导学生的过程当中 也是会经常看到 就是写一个题目出来 有的时候写着写着就写偏了 就去写那个东西去了 而不是写它自己 那么这里就要提到另外一类的文书 那么还有一类的文书 就是其实还是写经历 就不管学校它怎么问 其实最后你要 把它所有的那些 那些障眼法 那些装饰都除掉 你要找到那个题 它到底在问什么 到底希望 就学校到底 它希望你 希望你写什么 比如说刚刚那个南加州 那个文书 问了那么多 学校想知道什么呢 它就是想知道 你到底就是 what matters to you 对吧 就是到底什么对你重要 到底what are you passionate about your passion 其实就是 你要把这些东西拆开之后 你就会知道 其实还是写这个 当然就是说 你在写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首先体现 还是要就是你的思想维度 你的这个insight 包括你所体现的价值观是什么 包括你这里面的这个 人物特质是什么 比如说斯坦福大学 非常出名的这个250字 其中的一篇 就是你要给你的roommate 写一个note 那就是 我在辅导学生过程当中 也是这个答案是 是各异的 可能有的学生 真的就是 当成一个note 说我叫什么名字 来自哪里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 miss opportunity 所以写给roommate 就斯坦福也说的很清楚 就是 而且就是说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tradition 就是你写的这个note 如果你被录取 真的是会 share给你的roommate 当然就说 一方面是写给你roommate的 其实另外一方面 也是写给赵生官的 而说的很明白 就是想了解 你到底在 如果你来到这个 我们这个Stanford campus 对不对 你能不能 就是fit it 你能不能contribute 你能不能融入 是不是我们觉得 是一个 一个合适的 一个candidate 那么这里呢 就是我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之前一个学生 就是芝加哥大学 他写的 就是这个 非常不错的 成功的一篇文书 那么当时这个学生呢 他回答的是一个 另外一个 也是和数学有关的 因为这个学生 是一个数学 另外一个和数学 有关的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不是被流除的题目 而是 what's so odd about odd numbers 就是这个 基数 为什么很奇怪 当然你看我们中文说出来 是没有那个 一语双关的 在里面 但是英文 what's so odd about odd numbers 就是这个 基数为什么很 odd odd number odd 那其实这个学生 当时整个的 这一篇文书啊 就是 非常的旁征博引 那么他有 首先 就是他会 从challenge 这个题目 本身来开始 所以他会问 art odd numbers really that odd 就不是说 一上来就回答你的题目 然后之后 他是通过 追溯这个数学的历史 然后又延展到 这个宗教 哲学 文学 然后 再回到这个题目 再讨论 为什么 有可能 为什么 这个art number 非常od 然后又通过 数学的角度 再次的延展 再次的 来延伸 甚至就是说 还 就是有提到 这个和数学 本身 直接相关的 一些探索 比如说 有提到这个 质数 叫prime numbers 所以这里面是 做了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些 除了数学上面的 讨论 同时 还有文学 哲学 方面的一些讨论 那么最终来讲 这篇文书 是非常有意思的 当然因为比较长 我在这里就 没有跟大家展示了 也是650字的 一个文书 基本上 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篇文书 首先一个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 不是让你去认认真真地 去分析 关于这个基数的 一个学术论文 如果这样写的话 就完蛋了 就掉到 就掉到这个圈子里 那既然就说 这个文书 其实提出来 我们也刚刚说了 就是这个大学的目的 其实你是可以 have fun with it 就是可以 非常的 怎么说呢 就是有一点 这种冷幽默 来把它处理掉 就像这个学生 实际上 如果真的 就是 其实他提到了 关于这个对 关于对称 然后关于这个 世界的这些善恶 包括胜负等等 然后又回到 这个 基数 被left out 然后包括 对智术的一个探索 然后 又说了一些 关于就是这个 first impression 等等 就各个方面 其实说到底 你如果真的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 其实都是不成立的 但是呢 意义就是这样 其实就是让你 play with the prompt 你怎么样来看 把你自己的见解 分析出来 所以 我觉得 首先就说 这个文书 它的成功之处 一个就是 学生的一个专业热情 因为首先 不管你是申请什么专业 你申请数学也可以 你申请物理也可以 你申请生物也可以 你申请哲学 你申请这个经济学 都可以 那么 你对你的专业热情 到底有多少 你对你的专业了解多少 像这一类的文书 你是可以 throw in一些jargon 一些其他人不了解的东西的 但这个是特例 通常情况下 我们不会讲解 但是我们会根据 就是说文书 它自己特定的一个要求 其二就是 你是否能够做到旁征博弈 你是否能够文理兼备 如果你是申请理科 你能不能延展到文科 如果你是申请文科 你能不能延展到理科 这个是一方面 那么第三点 就是我们在这个文书当中 突出的这个思想的深度 那么对于这个学生来说 其实他在探索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展现出来的就是他对世界的认知 不是很多时候觉得就是飞黑几白 或者怎么样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看似的一些矛盾 或者说是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那么第四个就是critical thinking 你的批判性思维 那么在学生的这个文书当中 他其实有翻来覆去的问很多的问题 这里给大家quote一些 比如说他开头有问 Are odd numbers really that odd? 那么中间他又有提问说 But what if the number couldn't be split in half? 这个是在他就是分析了这个对称之后 然后之后 在提到质数的时候 他又提到说 But why is two so special? Couldn't we use any prime number to determine the events and odds? 然后doesn't this mean our system is completely arbitrary anyway? 所以你看他有 他有提到很多的问题 来向大学展示他的这个critical thinking 展示他的这个thought process 那么最后当然就是还有一些冷幽默 其实这样的题目是非常 怎么说呢 是非常nerdy 但是呢就说 学校给你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你能够nerd out 能够就是探讨一些 平时可能你不会和大家好想说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里面啊 就是又涉及到了一些冷幽默 冷笑话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对这一类文书的处理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讲一讲 这个普通的经历 怎么写出不普通的文书 那可能绝大部分的孩子在申请的时候 不管是自我认知的也好 还是说可能客观来讲也好 可能都是一些比较普通的经历 那么这里所谓的普通就是 我不是什么奥运金牌的得主 我也不是什么那方面的天才 或者我也跟一些就是学生没有办法去比彩 所以我看起来是非常普通的经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来写出不普通的文书呢 那这里我也想通过我自己学生的一篇 这个波士顿学院的一个成功文书 然后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这篇文书呢 字数不是很长 它四百字以内 所以我这里就是给大家分享出来 那这个波士顿学院的这个文书题目 也是比较奇葩的 至少是不是一些常规的题目 那么这个题目是关于艺术方面的 那学校问到就是学校提出 就是伟大的艺术 它能够让人引发奇思妙想 并且呢是能够滋润我们的心里 那么学校就问了 那有没有一首特定的曲子 或者是诗歌 或者一段演讲 或者一本小说 是让你觉得非常的inspiring 所以那我们看到这个主题 是关于文学艺术方面的 那这个并不是针对 申请艺术专业的学生才有的题目 这个就是针对所有学生 都有这样的一个题目 所以那我这个学生 当时他是申请 他申请的是依抗专业 所以也是和这个艺术 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因为我对学生很了解 我知道就是说他很喜欢 就是很喜欢音乐 那学生本身本人的弹钢琴 其实弹钢琴也不是什么 也不是什么就是特别 除了弹钢琴之外做作曲 那么我们当时就说 因为我对他的了解 我认为他是可以驾驭这个题目的 我认为他是可以写这个题目的 而且就是说 当然就是通过我在和学生的沟通过程 当中我认为学生他还是比较有创意的 所以我们选择了选择了这样的一个题目 那么这里我就不给大家读了 这篇文书大概呢就是讲的什么呢 其实就是讲的一个移民的一个故事 也就是这个学生来到这边之后 从国内移民过来 然后怎么样适应的一段经历 所以其实这段经历本身来讲的话 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经历 非常非常普通的经历 每一个移民都会有的这样的一段经历 那么为什么就是他可以成功呢 我觉得在于就是这段经历和这个题材的一个巧妙的一个结合 在扣题的同时 然后又写到了他自己的这个经历 所以就说他没有掉入那个陷阱 去对一首歌或者一个诗歌或者这个演讲去分析 他哪好他哪好他哪好 这个也是就是 其实我们在辅导学公司当中有见到的 就是写了半天变成一篇学术论文了 这个就走篇了 那么这个学生他巧妙的地方在于 其实这个选题 其实他并没有选择很高大上的东西 他选择了Taylor Swift的一首歌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Taylor Swift是这个 全球网红偶像啊 是年轻人都比较喜欢的 那么Taylor Swift 这个男生写的这样的 就是喜欢听Taylor Swift 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奇葩的一个组合 好 那么其实整个就是整个这个文书是通过这个 Taylor Swift这首歌的歌词当中 的一些意义 那么学生怎么样和他自己产生了共鸣 然后在写整个这首曲子 整个这首歌的这个过程的同时 又把他自己的这一段经历和这段成长 把他交代清楚了 OK 那么为什么这篇文书是成功的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这个创意 那么我刚刚就是也跟大家说了 就是这个首先就是说他的这个选题是比较有创意的 那么他把一个看似很俗的一个主题 其实也是可以写出情感写出深度 我们都知道一般大家可能觉得古典音乐比较高大上 但是我们Taylor Swift也是可以写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文书的一个结构 那么在结构我刚刚也有说到 我们是有做到平衡 就是辅导过程当中非常的注意 就是不要写篇了 不要去不是去分析音乐 也不是去分析艺术 那样的话是非常枯燥的 说白了 这些文书最终其实大学想了解的还是你自己 所以写来写去还是你自己 所以你是要写 但是与此同时呢 你又不能不回答题目 对吧 你还是要点题 所以怎么样来穿插 怎么样来平衡 这是一点 然后第三点 当然就是他写作的这个巧妙度 就是通过这个 他有写到一些歌词 然后也有写到这个MTV的一些画面 但是并不是为写而写 而是通过这些来影射到自己的状态 和自己的一个变化 并且他有很好的一个结尾 那么这个结尾是 其实他是稍微地对这个歌词做了一个改变 因为歌词的结尾就是 I have lost myself 那歌词是 She lost him but she found himself and somehow that was everything 他的结尾是 I have lost myself but I found myself and somehow this is everything 所以是一个 一个完美搭配的一个结尾 那么第二点就是 这篇文书的好的地方 在于他的一个情感 而是一个非常真情实感 非常细腻的一篇文书 那么首先一个就是说 我们知道 其实文书的作用就是 希望你这个人物形象能够立体起来 那么怎么样来立体起来呢 就是通过 向人能够展现一些 可能你内心的一些比较脆弱的部分 或者说是比较细腻的部分 或者比较容易被触痛的部分 那么其实这样做的同时 是可以非常的能够引起 你读者的一个共鸣的 那么学生他在写他的 就是刚刚过来的时候 其实他并不是光写他自己怎么样 而是通过他描写 也写了一些就是家人当时的状态 妈妈怎么样 他自己的弟弟怎么样 包括他自己 当时他就觉得非常的失落 国内本来是什么都有 非常的优秀 好像前途一片光明 来了这边以后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了 完全就是last 就是没有方向 所以就是通过了很多 对家人的一些细节的描写 包括描写他自己内心的感受 然后把他的这个人性化 通过这些细节来突出出来 所以是非常情感细腻的一篇文章 当然最后最重要的就是 除了抒情之外 你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意义在里面 那当然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成长 所以这里面有写到他的一个 在通过这个过程 他的一个领悟 他就明白就是 there's no going back 那你怎么 他怎么样去面对 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体现他的这个 adaptability 就是你的这个适应能力 他怎么样抛下过去 然后努力面前 并且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取得了一些 在可能如果是待在国内 完全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一些经验和成就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当然就说因为我对学生很了解 所以就知道那什么样的题目 可能会比较适合他 那么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可能作为顾问吧 就是要也是要扮演一个双重的一个角色 那么一方面呢 就是自己要入戏 因为因为我自己不太听Taylor Swift 那我也没有听过这首歌 我没有办法去很好的理解 那么实际上其实为了能够帮助他 更好的展现这些细节 能够站在学生的角度来思考 怎么样来体现 那我不光是自己去听了这首歌 我还把这个歌的MTV也看了一点 所以就是这些可能是入戏的一方面 那么就是入戏之外 其实同时我们还要出戏 因为我们不是说 我们一腔热情觉得好就好 那你还要去冷静的判断 你要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来批判性的来审谓 到底这个OboK有哪些地方 有就是可能有迷失 然后你对你整个这个结构的把握 到底到不到位 那么说到这里 首先就是说到 我们整个在帮学生 这个文书的过程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brainstore 当然我们也会花很多的时间 然后也是除了这些之外 就是我们的这个灵活性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学生怎么样觉得舒服 你是觉得写下来 我们来讨论舒服呢 还是说你希望能够说 或者你通过话的方式 你通过写中文写英文 都可以都无所谓 那么是就是要flexible 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团队 因为不光是我觉得好 那么我们大家都要觉得好 然后这些所有的之后 完了之后 才是进入到这个editing 就是整个这个修改的一个过程 那么修改的过程 也是要就是分层次的 不是说你上来改改语法 那个是没有用的 那首先就是你的选题 是最重要 选题方向偏了 不符合这个学生 没有把学生最闪光的一些特质 没有选到 那么这个就是重大事 那除了选题之外 就是你的内容 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 一个丰满的一个内容放进去 然后内容完了之后 你才需要结构 对吧 通过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把这些内容能够有次序的 有条理的清晰的 能够把它展现出来 然后最后还是语言 语言怎么样去 那这里面就包括语法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proof reading 看看有没有泄露 泄掉了的地方 对 所以那基本上以上就是 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内容的分享 另外呢 我们有一个这个讲座家长群 如果您有兴趣加入到我们家长群当中呢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来发邀请给您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希望Erica老师对文书的见解 能够帮您更多的了解到了 这些文书题目和这些破解之法 那希望下周六同一时间 欢迎您继续参加我们每周六的教育夜现场 大家晚安